北一大美术创作研究所二年级的学生吴依凡 他因为觉得自己抓不到人体的线条 一度休学两年跑到了阿根廷去学探狗去了 并且他靠卖画为生 成了第一位在阿根廷探狗舞会 受邀展出画作的台湾艺术家 身材高挑的吴依凡 神韵间流露出南美风情 还是学成了他游学阿根廷之前 舞蹈根本不是他在行的 他到阿根廷国土碰到我的老师大师的时候 他看到我第一眼就说 就把我肩膀抓住说 拜托你摇一下屁股 就是他发现我只会这样像企鹅摇屁股 74年次的吴依凡 现在是北一大美术创作所硕二的学生 2010年他休学到阿根廷游学两年学探狗 花了50万元台币在当地靠卖画为生 他的压克力画作灵感截取探狗线条之美 借由当地的老舞者他们就是充满感情的 这样每天在我面前跳 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我知道要做什么 学的是美术却一度对身体很疏离 但看到阿根廷人的生活 吴依凡对美这项置业有了新的体悟 他们可以就是今天在做公务员 然后晚上就去拉小提琴 然后又去唱歌 然后他们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说 我也是歌手 或者我也是演员 受邀在阿根廷探狗舞会办展的吴依凡 在台北Salon也展现了他的南美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